欢迎回来即场教路资有问必答的环节假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结班04-6566 或者伸电邮帮我们 还有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是要财政犬的分析员王伟豪 华妃 华妃 你好 华妃 你好 华妃 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张小姐 张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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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华润水泥 不知道去到什么位置可以入货 华润水泥的 看到今天7.39跌了超过4% 大家见到今天水泥股全线下车 都打算后低位低级 华妃方面的情景你怎么看 如果一种水泥股来说 的确实在基本因素上 中长线持有 当然可以看好 始终来说 都是离开几个因素 保障住房等等 或者基建 全部都需要水泥 水泥的需求仍然会挺强劲 兼斥来说 亦都会说 水泥价格来说 站得挺高或者站得挺稳 因为内地法国方面也会有限制上来的产能 所以产能有所限制之下 价格来说 当然可以说高举不下 所以整体前景上 当然可以提高 只不过 刚才有来以上一节节目 都会知道 不论中建材 安法海洛 甚至现在你问的 华润水泥来说 全部都有全线下滑 方面一个牵连效应 你说某一两只 可能比较龙头一点的国营隧症之后 相对的效应出来 因为之前升得急之下 可能又过了隧症 不排除过沽压来说 在加劫之下 拖累到其他相关的股份来说 都有跌幅在 如果是华润水泥的话 亦都是其中一只 如果整体走势上的什么位置 才可以进入的话 因为我觉得近期 特别今天叫做跌势为之加期 如果你说 其实它的走势可以说 比刚才安法海或中建材 为之差一点 因为已经早两天 昨天一早已跌穿了10天和20天线 暂时来说 可能下一站 要试试50天线才能找到支持 我觉得暂时不要急 因为今天来说 这么大支音捉下来 相对来说的沽压 或者走势来说 要开始转淡一点 我觉得 你靠回这些位置 看看会否落到7元的时候 有所创定 才再靠低拿法 存回中线的时候会好一点 不要现阶段入住 因为今天这样的跌幅 不知道会否承住个市 可能明天或后再有小调整 拖累到一种上来股 亦都有借势的调整 如果现在进入的话 可能买贵了一点 相对来说 心理上不是太好之下 我觉得等7元这些位置 才能考虑好一点 还有没有问题的 张小姐 可不可以问三只中建材 和安徽海螺三个病 哪个最好呢 三个来说 选一只的话 刚才也说到 还原水泥走势差一点 两只来说是否选龙头一点 如果你说几只比较上来 我都会觉得914元安徽海螺会否为之好一点 因为始终来说 走势上可能没有华人 是那么淡之外 亦都是一个比较龙头的位置 相对来说 过完随正之后 相对大家可能之前低位买了 今天把货币扔回来的时候 慢慢令股值跌回来之后 吸引之下 我觉得安徽海螺吸纳为之好一点 还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 银河娱乐 到什么位置可以再买呢 再买的 今天13.54元 跌了 超过4% 今天豪赌股全线下车 昨天澳门方面 公布了4月份的博彩收入 做得非常之好 安年也升超过4成 上来 但看到昨天豪赌股升了上来之后 今天跟着大市跌 是否一个低级的好时机 如果你说是否一个低级的好时机 我觉得一种豪赌股来说 当它跌下来 其实可以续续续吸纳 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银河娱乐方面 今天是否这么快可以吸纳 我觉得 始终来说 今天跌得比较急 今天跌穿10天线 我觉得你看看今天收市 能不能够站稳10天线楼上 如果站得稳 可以明天才考虑入市 相反 今天收市站不稳 我觉得明天或后天 仍然有机会再试一试20天线 如果真的试完20天线 才考虑好一点 的确可能打近13元这些区间 做回中线持有 成组人来到5月中 银河娱乐的澳门银河开幕 不排除落到这些价位之后 会有机会再借势反弹 上破 即是暂时上网 14.56 这些区间 好 多谢张小姐的电话 另外 我们解答一下 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登勤 看到今天 太阳能板块跌了下来 想问你入哪个好 看看今天 太阳能板块走势 看到卡姆丹虾 现在跌超过6%跌2.9 去到4.26 阳光能源跌1.6 去到2.33 創益太阳能跌1.2 报4.81 保利协银方面跌3.7 报5.08 轻业太阳能跌1.6 报7.4 他就想入两只 就是卡姆丹虾和保利协银 他就问你两只哪一只好 如果是现价入 还是再调整深一点才入 如果你说两只的话 其实你会见到两只近期的势头 都是偏强的 特别可能是7.12 早前出现 首个业绩的时候 可能已经升了 3倍 虽然股价来说 近期 稍稍跑 之前 跑完300 但是300 在这几天 又乘着上星期的 一个配股消息出来的时候 都叫跌不下 至此 就继续去到 向上沉高位 我觉得 如果两只考虑的话 我觉得300 合为之好些 因为始终300 集中在太阳能来说 最上游的业务 可能业务上 更加比7.12 为之一个上游 一旦 对一个 珍贵女 一个 需求潮上升之下 龜片的价格 上升的话 对300 业务 是为之最受惠的 再加上 刚才也说到 上个星期 或者受着配股消息的影响 但你会见到股价来说 也算是跌不下 当日出了消息之后 虽然配股价是4.72 但是 当日一开始的时候 低开了下来 但很快 已经 上回近期高位 直至这几天 更加上过 最高5.66 这麽高位置 只不过今天来说 乘着整个大市不走之下 大部分之前炒过的股份来说 今天也算是借势回肚 好像刚才说的 可能一些水泥股 或者现在的太能板块 都是在之前 升势过急之下 我觉得今天 借势市不太好之下 有借势跌下来 我觉得如果你看 两个选择 我觉得30000会好一点 但是 哪个价位去看 我觉得 你说看整个走势来说 因为今天30000 一支大阴烛出来了 现在 刚刚试试十天线位置 借势5.1 这个位置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未来再有点反复 其实第一阻可以在现阶段试试入 因为我觉得 十天线的支持力都会有在 因为你会见到之前几次 试完十天线之后 都会几急速有个反弹 上来的一个洗头 一直以来近这半年 都是踩着十天线 不断去到上 未至于完全跌穿过 或者完全 转势 我觉得 十天线支持力 可能都会有在 我觉得你现阶段试 第一阻入 试试看十天线能不能站稳 站稳的话 我觉得 仍然有机会再上 5.7L这些区间 但相反 如果刚才 第一阻 就是十天线入 如果十天线守不住 可能再落到 4.8L这区间 进回第二阻 4.8L这区间 亦都是之前 比较横区的 一个区间 我觉得4.8L第二阻 分阶段入 风险来说 不算太大 好 谢谢 另外我们继续解答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Steven Chen 就见到 今天1288 农行方面 跌了下来 就问你 现价位 能否吸入 现在4.53 跌了两仙 下来 他就想问 现在长渣 又值得持有 如果你说落人股方面 的确 近期来说 全部都跌了下来 估值来说 的确变回吸引 市盈方面 11倍 12倍左右 的确不算太贵 的确 以中线持有 当然要考虑 但至于农行方面 现阶段价位 是否适合入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 因为 近期 扩影落人股 都是一个 中文監方面 资本充足比率的问题 标准是11.5% 但如果 几家落人股 農行方面 刚刚公布首贵业绩 就只有11.4 刚刚差一点不够 这方面 比较反弹 股价来说 近期借債 再加上 虽然首贵业绩 增幅比较亮丽 但也会觉得 估值里面 之前来说 反映了 因为 市场方面 都会到两点几倍 暂时可以 暂时可以 再加上 4.4 这些区间 才考虑上车 做中长线 会为之好 现阶段的确不考虑 因为大市 可能还未调整完 暂时都会忍受 看好 谢谢Wafi 这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要问Wafi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哪种持有 没有 谢谢 稍后回来 仍然是即场 教路资有问必答的 环节 大家如果有任何 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04 6566 又或者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 ASK atbsgroup.com 和大家看看 恒指最新表现 恒指跌308点 去到23,324点 跌了1.31% 而其指方面跌262点 低水193点 成交量有39,000多张 国企指数跌206点 去到12,899点 稍后回来再见